开启这个photoimpact 那那个会旋转篮球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题目里面要求 在那个瓜湖3 国字3的title网页必须包含下列资讯 有没有看到 1前面有个黑色的星星 那个就30分的意思 错就30分 所以这一题最关键的地方 最关键 那这里的话说呢 复原 这个它在光碟里面所附的这个原档案 0204.gif 那这个0204.gif呢 它也是一个动画 可是它这个动画呢 篮球不会旋转 它要我们把它改成旋转 而且在底下有没有有一句话 在这个下面自行 大小维持不变 少于12并存成这个0204a.gif 最下面有一句话是 今年最新版本才加上去的 就是旋转转动度数需小于或等于30度 小于或等于 那当然我们就选等于就好了 因为越小的度数转的越慢 越难做 所以这一点特别注意 我们就30度以30度为远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可以旋转 这个地方开启 先开启那个0204好了 0204那张图的话呢 就在我们的C叠底下的web02里面 所以我们就找C叠底下web02 因为我们刚刚有汇入素材 images里面0204这一张 按开启 按开启 它会问你说呢 这个直接按开启就好了 因为它是一个动画 我们只开第一个画格就好了 按开启 所以要开启两次 这一张图有没有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好了 300 这样子 这个可以先关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图本来是不会旋转的 不过呢 我们要让它可以旋转该怎么做 你就要想动画的原理 动画就跟卡通影片嘛 反正卡通影片就是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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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变 那你就变成必须 第一张这个角度 第二张旋转30度 第三张旋转60度 第三 第一张原来嘛 就零度嘛 第二张就是30 第三张就是60 再来就90 90其实就是回来原来的 所以其实只要做三张就好了 原来的 30 60 90其实就回来原来 因为它上 它这个球有没有 它其实两边是对等的 一样的 所以只要再做出30度跟60度就可以了 另外就回复原来的 就可以做出一个动画 所以第一步开启之后按右键 把它全部合并 因为呢 它这一张图现在有虚线 浮在上面 所以要先把它贴上去 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选取工具 有没有 这边有个选取工具 先把它这个篮球地方 先把它选取起来 选取起来 圈起来就对了 圈起来以后呢 移到中间 移到中间 然后呢 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 选取起来 再移到中间 那这个两个篮球 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呢 就用 所谓的变形工具 有没有 先选好之后 以两个出来 变形工具 那根据我们刚刚所讲的 30 有没有 这个篮球呢 就 顺时针30 有没有 就转过来 这一个篮球呢 就两个 就60 60就好了 也两个30也可以 你会发现 到时候旋转的话 就是 123 然后又回来1了 就感觉有 30 30 这样再旋转 好 这样就完成 photoimpact的任务了 有没有 先30 60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就先留下 因为到时候要贴到 那个gif emet里面 这个效果的话 就完成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再来一样的方式 一张30 一张60 对 原来的是0度 36 再转过来 90也是0度 就是因为它上下 是长一样的嘛 所以看 看起来 就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只要一个30度 一个60度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就开启 那个gif emet 第二个